逻辑预算子,里面有这几种状况 AND,AND,AND,AND 这个是OR,或者NUT 这里面的话,特别注意 AND,AND,也就是说先左再右 如果说左已经成立的话,那就不用判断右了 或的话也是一样,先左再右 其中一个成立的话,另外一个就不用判断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,我会举例给各位AND,AND,其实用的很多 两种情况都要能够成立 两种情况,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猜拳,我那个猜拳范例也有用到 就是说,而且,比如说像猜拳,我怎么判断说我到底是 输还是赢 那我,如果是赢,电脑跟我判断,那我有三种状况要判断嘛 所以这边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呢 假如说要用这个AND,AND,怎么去做实作 接下来的话,第一个,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是AND,AND AND,AND 这边的范例主要就是判断怎么样呢 判断,我们输入的整数 这个是几位数 是0位数 个位数,还是两位数 好,去做判断 前面都一样,前面的程式都一样 往上面都 再来的话呢,如果if n 输入的值就是n,等于0的话 那就print out printlite 一个值就是该值为0,这样就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话,else if 这边要多一个else if else if 跟那个vb一样 只是说写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然后呢,它是n大于等于 -1 AND 也有可能是负值 AND 特别注意,是两个AND 前面这个AND是指的是这边的 后面这个是指的是后面这边的 两个条件都要成立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 连极式的 连极,就这边也要,有没有 这边也要 通通要,才算是成立 然后else,就反之 反之的话呢,那就是两位数字以上 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,第一个呢,我输入一个 5好了 Enter 好,该值为个位数,那没错 那再来的话呢,我输入20 该值为两位数以上 那当然,另外一种状况是 输入0 该值为0 好 那也就是说,它会去做判断 那主要判断 最重要是在这里 但如果你要再进一步 你也可以用 Debug mode 除错模式的话呢,也可以在这边 设个中断点 然后呢,中断点的地方呢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 10好了 它就会停在这个地方 停在这里 那当然呢,这个判断的条件呢 你可以在这边 把它按右键 检视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True 它大于等于 -9 这是True 可是另外一边 有没有是True 你也可以把它选取来 按右键 视察一下 False 有没有 所以两边都没有False 没有一个True 不行 一个False 两边都要True才可以 所以它会跳到这边 跳到这边 跳到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一次 假设我输入一个 5好了 Enter 那它会跳到 再一次 输入词 Enter 应该 应该跑到这边 Enter 好,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5 有没有符合第1个条件 视察 True 另外一边有没有 视察 True True 所以这两边 原则上呢 就是True True 两边都True 所以呢 它就会进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OK 好 这里的话主要是 这个 And 的 这个 连击的一个 逻辑运算值 连 逻辑运算值 好,这里的话 我把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 下面的部分 好 好